Hello,大家好,我是Jessica 来过哈法的小伙伴会发现哈法有许多古老的建筑非常漂亮 包括大学、教堂、市政厅、城堡山等等 但是说到现代建筑 作为一名曾经在中国建筑设计行业工作超过7年的打工人 我想分享一下我最喜欢的哈法现代建筑POP3 首先是位于哈法当趟的这座中央图书馆 它曾经被评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十座图书馆之一 已经成为了哈法城市的定标建筑 这座图书馆是由哈法本地的一间建筑事务所FDM和丹麦的一家建筑公司 共同定标设计的 所以我感觉会满贴近北欧那种简约自然的设计风格 室内有非常丰富的自然光线 现在在二楼 这一整座都是为青少年还有儿童设计的 可惜疫情一直在持续 不然的话不管是工作日还是周末 都会看到很多一家人来这个图书馆 再上大半天 可以看到这几个举行体块 它们解放和扭转的方向 其实正好是哈法港口和城堡的历史轴线 所以有一种尊重海港文化传统不一定在吧 另外图书馆的最高第五层有一个城市会客厅 The City Living Room的概念 视野非常好 接下来我觉得很棒的是Halifax Discovery Center 相当于是面向少年儿童的科学馆 它的地点就在Halifax市区的海滨 这里经常有许多科学的展览和探索型的活动 小孩子非常喜欢来 这幅建筑是由之前发电站的通关后改造的 由于疫情的原因 Discovery Center现在只有周四到周日开放 今天是周三 所以说没有办法进到室内 最后想分享的是我们办公室所在的Predis Wall 是位于哈法市中心海边的办公综合体 这个是在南大建筑师Steven Alvin的作品 这方的地方呢 是两座办公楼之间都有这样的通道 可以连通哈法的赌场 和直接走去附近的shopping mall和商业街 也有高达七层的室内停书场 欢迎到我们办公室来欣赏一下哈利法克斯美丽的海景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